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在某一个时期 这一内容还成为了当时的主流 有没有可能当时的人们刚刚摆脱了如芒衣写的生活 他们没有文化 没有文明 恰好此时外星文明乘坐飞行器 到达了地球 于是这一幕被他们目睹了 甚至可能是这些外星文明主动接触了这些远古仙民们 于是远古仙民们把这些拜法地球的外星人称之为神仙 并把当时的情况在银石上刻画了下来 甚至做成了图腾对他们顶礼膜拜 随着时间的流逝 第一批见过这些天外来客的远古仙民 开始渐渐老去和死去 他们开始指着言话 向后代口述当时发生的情况 因为对他们太过于崇拜或者时间太过久远 这些天外来客们的形象 越来越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 乃至于最后完全被神化 其实这种看似科幻的情况是真的发生过 在二战时期一架美军的飞机曾破降在南美洲 一片原始森林中 这片原始森林中住着一群完全未开化的土著 他们的文明程度基本上还停留在石器时代 美军破降之后 拿出飞机中各种罐头分享给这些土著 随着接应部队的到来 这群美军离开了这片森林 也慢慢忘记了这件事 在若干年后 有人发现了这群隐藏在茂密森林里的土著 结果发现 他们把之前那具美军的形象刻进了图腾 也许他们认为 能从天而降 又能给他们食物的生物 就是神吧 可以这么说 所谓的神仙可能就是打破物理 生物规则的人 如果跟山地动人相比 我们现代人各个都是神仙 因为我们所拥有的科技 已经打破了他们的世界观 如果你拿着一个手电筒 或者是打火机 创约到远古时代 那么你极有可能会被当时的仙民们当成神来对待 以现代人类科技来说 如果有一个外星文明 他们拥有着人类 难以理解 甚至是难以企及的科技水平的话 那么其实对于人类来说 他们已是神仙 而这里的神仙定义 其实指的就是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一个范畴 同理 被古代人认为是神仙的人 极有可能也拥有着远超当时世界科技水平的能力 鉴于当时的地球并没有发达的文明 甚至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文明 那么是谁拥有这种科技力量呢 那么只有两个答案 一个是外星人 一个就是史前文明的后裔 但是相对于史前文明来说 还是外星人相对更靠谱一些 因为至今都没能找到实锤 史前文明存在的证据 但是找不到外星文明 我们却可以用宇宙太大来解释 并且最主要的是神话中的神仙 它们所拥有的能力 其实都可以通过科学爱解释原理 比如说经常出现的变化术 因为世界万物都是有一些微粒子构成 所以理论上来说 如果能够自由操控这些基本粒子的话 那么完全可以将某个东西变成另一样东西 而如果神话故事中的神仙 真的是外星人的话 那么它们绝对有控制粒子的能力 因为它们能跨过遥远的宇宙 来到星球 掌握这种星际旅行的能力 可要比控制粒子难得多 再比如说隐身术 根据广义相对论 空间在某些粒子的影响下 是会扭曲变形的 而想要达到隐身的效果 只需要让光线从自己身边绕过去就行 虽然这个效果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还做不到 但是能到达地球的外星人 它们必然能做到 至于呼方唤语就更不用说了 以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说 呼方唤语已经算得上是小儿科了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所以说如果远古时期 真有外星文明曾经拜访地球 甚至主动跟当时的远古先民交流过 那么神话传说中的神仙 还真有可能并非是古人的幻想 这里说件非常有趣的故事 在东晋干马搜身记中 曾经记载了一件骑士 在三国时期的吴国 有一群小孩在玩耍 突然出现了一个身高四尺 穿蓝色衣服长相怪异的孩子 那个蓝衣服的小孩 告诉别的小孩 自己是从天上来的 想和他们一起玩 还告诉他们 天下将来是司马家的 有个小孩就告诉大人 等大人赶过来的时候 那个外星小孩 他都哭中而去 事后果然司马家 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虽然这算是一文影史了 大民间诸多之事 必有其迹象 别路之人才会写下来 虽然人类目前还没有发现 任何外星人存在的迹象 但是毕竟宇宙这么大 没找到并不能代表不存在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在宇宙中找到 人类并不孤单的证据 宇宙从诞生到现在 已经有138.2亿年的历史了 据科学家的估计 目前宇宙可观测直径 大约为930亿光年 而实际直径 大约为1600亿光年 如果将宇宙从诞生 到现在这138.2光年 比作是一场马拉松的话 那么人类从诞生到现在 这短短数百万年的时间 恐怕也只是在寄携带 而且宇宙中像地球 这样的行星数量 甚至比地球上的沙子还要多 所以我们更加没有理由相信 在这广袤的宇宙中 人类是独一无二的识会生命 因此 人类开始了漫长的 地外文明探索计划 甚至许多科学家 将自己的一生 献给了寻找外星文明 这个计划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 苦苦寻找外星人 或者外星文明呢 科学家总结了几个原因 一起来看看吧 1.生命起源 我们都知道 目前进化论是生物界的 即时理论 但是进化论只能解释物种的演化 根本解释不了物种的起源 所以目前为止 生命的起源 仍然是科学界几个终极问题之一 并没有一个人或者组织 能给出定论 而科学家认为 如果在宇宙中发现了 外星人或者外星文明 掏去他们的善恶不谈 我们可以跟他们交流 关于生命起源的发现 并且对这个问题相互进行印证 以得到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而如果他们已经发现了 生命起源的真相 那就再好不过了 二 科技越境 众所周知 二战时期 纳粹德国有非常多的黑科技发明 有传言说 他们之所以有这些黑科技发明 是因为得到了外星文明的帮助 或者得到了一些 外星文明遗留的技术成果 然后他们通过立项工程 最终制造出来 众多黑科技产品 当然以上都是小道消息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如果人类真的找到了外星文明 即使他们不跟我们进行技术交流 我们也可以参照 他们当前的发展 实现科技进步 甚至有可能是科技越境 三 资源 因为目前科学家们寻找外星文明 都是以人类自身的生命结构 以及人类生存所需环境作为参考 所以一旦发现外星文明的话 那么也就意味着 人类找到了一个 跟地球环境极为相似的内地行星 这对人类以后的发展有极大的帮助 如果在这颗内地行星上发现的外星文明 并没有人类文明发达的话 那么或许人类可以直接将这颗星球 列为殖民星球 而如果比人类文明发达的话 那么因为它们跟人类生命结构相似 所以或许存在贸易交流的可能 因为目前在宇宙中只发现了地球存在生命 所以科学家们想知道 宇宙中其他星球是否也存在生命 甚至是智慧生命 就好像我们爬山 在许多情况下 爬到山顶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但是我们仍然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登到山顶去看看山顶的风光 这很大一部分是好奇心使然 五 从外遇未然 古人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人类虽然目前没有对外星球殖民之心 但是不一定外星文明没有 所以人类如果不对外星文明有一定了解的话 估计太阳系被人包围了都不知道 所以寻找外星文明正是为了防范于未然 总而言之 虽然现在仍有部分科学家认为 找到外星人或者外星文明 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可能是灭顶之灾 但是目前科学界主流思想认为 找到外星文明或者外星人 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说 肯定是利大于弊的 对此 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呢 欢迎在本视频下方留言 下期节目五千不散